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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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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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疫情记者会 接着就跟着他们所谓的民意 以及党内的党员意见 接着就去信政府 就说跟这个政府 说一些防疫的意见 应该怎么做 应该有什么做得不好 不断给林郑意见 不断给林郑意见 其实你不断给林郑意见 林郑本身已经很生气了 你现在说我不懂做事 你天天来给我意见 还要是书面 书面意见 那个意见 其中一个就是 昨天 不知道昨天还是前天 就有个意见是怎样呢 就给了一封信她 就说 这个林郑就需要 就去完善 整个抗疫工作的顶层设计 就是整个系统的思维 这些都是假大空的废话 其中一个就是说 这个政府有件事做得不好 就是 国家 国家委建委 就派了梁曼年 来到香港 这个是一个 国家级 领导层级的专家 这个领导层级的专家 来到香港 就进行这个 考察和研究工作 协助香港 去进行这个 去协助香港 进行这个 防疫工作 指导香港的抗疫 但是呢 民建联就说 当局呢 就只是派出 这样的局长层级的人 只是派出一个这样的 局长级的代表 和这个梁教授 即是梁曼年 他们呢 就进行这个 工作对接 那么呢 这个做法呢 就反映了 香港政府当局呢 就没有好好地 运用到中央派出的支援 工作的思维依然故我 整体抗疫工作的 顶层设计呢 就存在着这个缺陷 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人家是派到这个 这样的梁曼年 这么高层级的人 你门当户对 你只是找了局长去 不行 基本上最重要就是 司长 甚至乎特首 你只是找了局长去接待他 你最后呢 那就是 民建联那封信 没有最后呢 民建联就说 喂你这样子呢 你这样子呢 就 喂 你证明了香港 没够尊重中央的 没足够地去尊重 善用 中央给予的支援 嘿 喂 那这个指控很严重 大佬 就是 你现在就是说 林郑就是说 喂中央已经是全力支援 中央当然是全力支援 我也说过很多次 喂 在中央协助下 这个抗疫工作 是只可以成功不可以失败的 一定成功的 你证明了 没可能不成功的 你证明了 你国家自己防疫也成功了 国家派专家来 那么多support下来 那你香港防疫怎么会不成功 但是现在就未成功 现在还搞 搞得越搞得越祸 那样 于是乎 民建联就归咎于什么呢 民建联的归咎就是 民建联的逻辑 就是跟我刚才说的逻辑一样 就是 总之国家抗疫就一定成功的 而国家成功抗疫的人都下来 去帮你抗疫了 成功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那现在但是 未成功 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呢 唯一的原因就是 你林郑 你林郑的政府 没有用好 没有尊重 中国内地抗疫专家的意见 从什么体现到呢 就是连 国家领导层级委建委 你这个领导层级专家梁万年 下来香港 你都只是找了局长去和她接待 但是林郑呢 就很生气了 林郑为什么很生气呢 因为呢 民建联这个指控呢 就其实是搞错了的 因为呢 林郑呢 其实3月4日呢 是已经亲自 连同这个食卫局局长陈肇始 努福局局长罗志刚 还有其他官员呢 一起呢 就去和这个梁万年会面的 就并不是 正是 正是 正不是 就并不是民建联所说的 就正是派出局长 去和梁教授进行对接 那于是乎这件事呢 林郑就打电话 打电话给李慧琼 就说喂 搞错了 你竟然这样写封信 白纸黑字留过 record 说我代曼梁万年 我怎么会代曼梁万年呢 我是亲自去接见他 我亲自去见他 我怎么会有代曼呢 哪有态曼呢 你竟然别胡说 喂 你明明是很大罪的 你竟然 喂 那个是领导层级的人 你即是他来到 你现在说我没有礼貌 你现在说我没有礼貌 你大哥 你还要 是那个信件来的 留了个白纸黑字的 record 你转个头 流传出去 那就是说我 说我轻视 轻视中央 说我对中央不敬 说我 甚至乎就是 甚至乎就是 用一个轻挑的态度 反对的态度 看待国家 support 那还能等到你 很大罪 于是林郑就打电话 给李慧琼 然后根据李慧琼所说 根据香港01报导 李慧琼所说 就说 林郑的言辞 就相当之愤怒 相当之愤怒 于是乎呢 昨天呢 这个民建联 旁晚时分 就立刻 就去出一个公开道歉声明 就说 误解了 有些事情就误会了 所以 其实呢 就并不是这样的 就并不是这样的 好了 那这件事是看到些什么呢 这件事就是 这些全部都是 这些全部都是 香港01放风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 其实我也不能够知道 是不是 但是 那件事的内容 是不是这样 也不能够知道 但是 那道歉是真的 但是 但是问题就是 你看到那件事就是 嘿 林郑最紧张的那件事是什么 第一 你女人 女人很不受得冤屈的 不受得冤离的 你知道吗 尤其是女人当权的人 你什么都可以 你冤离我不行 我没有做事 你不可以这样说我 这个很重要 但是 另一件事就是什么 另一件事就是 这个 现在林郑 是处于一个很紧张的 权力关口 你想想 前几天的节目 我都说 你以后 暑黄昏 多夸张 暑黄昏在立法会开会 就是说 要动用国安法 接管香港 多夸张 你现在呢 其实就是 很多人 当然有很多建制派 不是我们 就是其他那些人 其实你现在都不知道 叫不叫那些做建制派 就是你那些所谓建制派 现在天天就在那里 猴顶着 猴顶着 特首小姐 有什么做错 就是现在呢 特首小姐可以说是 里外受敌 就是万战 就是万战穿心 现在就是 其实林郑呢 我觉得林郑如果 就是 林郑走去监狱探一下 肥佬礼 接着肥佬礼 说回她听 就是当天为什么要拍个广告 苹果日报创刊 一周刊创刊 为什么会到处的箭射到全身都是 林郑现在感受很深 林郑现在感受很深 林郑现在就是说 喂 你这些少看一会儿 少看一会儿 李家超又走了上去 这个深圳 接着又去听那些专家的意见 又去带那些专家的意见 接着呢 然后呢 转过头呢 那边呢 又要 保安局又要走出来 去管理荒仓医院 就是你想想 其实很多东西很奇怪 是不是 就是上次 那个专家 就是这个大陆的专家层级 不是就是专家 是国家领导人指导底下 的专专业支援 是跟李家超说的 那你这个又很奇怪 是不是 然后你想想 建了一个方仓医院出来 建了一个方仓医院 那方仓医院 那方仓医院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对香港的support 来的嘛 七日之内建好嘛 是不是 特首称之为一个奇迹的工程 是不是 但是 但是 你那个 整个方仓医院 整个青衣方仓医院 很奇怪的 就是保安局管的 为什么保安局会管了一个设施呢 奇怪的 为什么那些部门是会这样分的呢 为什么那个权力布置是这样的呢 然后 麦美娟又会走去这个立法会那里 又说 喂 现在 完全做不到啊 没办法做到啊 乱了大笼啊 你应该就动用国安法啊 接着 韩正 韩正在大陆 韩正在国家的会议上面 是会问起韩正 国家领导人 是会问起 是会问起 为什么香港的斯拉斯加医院 会不收确诊 新冠确诊病人的呢 香港的医院 在搞什么呢 他会这样过问你香港的情况啊 接着 林郑说搞这个 林郑说搞这个 全民检测 已经是 已经是 设计了医院了 已经设计了学校了 已经设计了人手了 接着 然后呢 已经是说了一些安排 林郑自己走出来说 就是说 不是禁足的 不是禁足的 是 是 是压缩人流的 那你已经好像是 你已经说到就是说 压缩人流 就是不要用禁足这些字眼了 这些会引起大家很大的反感 也都实际上不是这样 而是 而是 是 压缩人流而已 让大家出入没有那么方便 那你好像说到已经是具体安排 那样 忽然之间又退回 突然之间退回 连今天 连今天明报头版都说 没有时间表 又说这个强检不是优先 明明之前是优先 那种种的事态 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 随着那个所谓的 所谓的 所谓究竟的世事故 它叫第五波疫情失控 那么 bottles 方面 Field 怎样是失控呢 失控的標准是什么呢 失控是确诊数字 那爲什麽確診數字會飆升呢?是基於什麽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當中有什麽系統的關係 會令他不斷地出一些數字出來 但是不斷地出一些數字就展示了一件事就是所謂的疫情失控 而所謂的疫情失控也就是所謂的管治不力 疫情失控就變成了等於管治不力 那這個管治不力就令到現在的林鄭政府可以說是捉襟見肘 做很多事情就是明明你是想做過全民檢測 你覺得這是一個解決方案 但是它是被人叫住的 是被人打回頭的說不要做 為什麽這個時候會不要做呢? 譬如有些事情分佈了 奇怪的就是沒有理由那個方艙醫院是由保安局去管 但是出現了這些奇怪的安排和奇怪的佈置 種種林林種種這些事情 證明了一件事就是現在的政府狀況就是 很多的權力在大家互相拉扯著 很多互相就是大家借著這個疫情失控這件事 大家就好像抓到一個小編子 然後就要來互相指控 就要來互相指控 那個就變成了一個口實 變成了一個藉口 來達到達到大家各自的政治目的 在這個環境下林鄭當然很緊張 林鄭當然是非常之 非常之 如坐針尖 四面受敵 八面威風 現在林鄭 那四面受敵 八面威風 於是她就決定了 每天都會出來開記者會 待會晚一點 一個小時之後她就開記者會 即是她要自己每天出來開記者會 她要掌控一件事就是 她不可以再讓大家在這裏 即是她自己要開記者會 以及昨天發佈了那個警暴系統 其實都是在顯示著同一件事 昨天為何會出了那個濕溝警暴系統 那個警暴系統當然是試系統 即是昨天很無聊 昨天無端的聲音 一個就是不要再去QE了 因為已經拿來做確診醫院 好了 她為何要試這個系統呢 其實就顯示了一件事 就是她覺得通過媒體 來發佈政府訊息 當中已經有很多 已經是會 那些資訊會distort了 那些訊息已經不是她想刪除出來的訊息 會有很多其他的猜想猜測 於是他就想有一個系統 是可以繞過傳媒 繞過media 可以同一時間 我想說些什麼給香港市民聽 我直接就會轟炸到你了 這個是 這個是 源自於 為何會拿一個這樣的系統 要來發佈一個 supposed 用新聞 其實是Plexcon 就可以做到的事 為何不在Plexcon 那裏做 為何不在新聞稿 那個supposed 是新聞稿的事 為何不在新聞稿那裏做 要用那個警暴來做 就因為 她缺乏 她沒有安全感 她覺得 我發了新聞稿給傳媒 也不知道傳媒怎麼報 也不知道傳媒報還是不報 不是 我現在有個system 我直接轟炸你的手機 好了 但是你也不能夠全部用完這個系統 你始終還是要通過傳媒 去接觸大家 那怎樣通過呢 就是 你交給其他人 去講 其他人 又 又 又會 不知說了什麼的wording 不知用了什麼的字眼 這些wording 這些字眼 亦都不知會帶來了什麼的解讀 於是乎 她開始信不過 她開始信不過 她 她 她開始 她開始覺得就是說 她開始覺得 我要掌握那個話語權 我要每天都出來見你們 我要每一天 都要讓你們見到我 我為什麼每一天都要讓你們見到我 我要告訴你 這場仗 打這場仗 是由我領導的 即是什麼 即是林鄭現在覺得 她身處的位置 和澤連司機是一樣的 即她每天出來見記者 就等於 澤連司機要發佈的影片 告訴所有人聽 告訴全世界的人聽 我還在基庫的 你不要聽俄羅斯說 俄羅斯經常都說 澤連司機已經離開基庫 又說澤連司機已經去了奧地利 尤其是現在交著 即是烏克蘭交著這個戰況的時候 澤連司機最重要就是告訴人 我在這裡 I'm still here 我還在這個基庫 我在前線領軍 林鄭就是要告訴人 她和澤連司機一樣 她每天都要出來讓大家見到她 Liv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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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遲些 簡直就會有一張紙寫著時間 那些這樣 讓大家知道 這個不是錄影的片段 可能寫著一張紙 寫著網友的comment 那樣 網友你出門說句話 然後我馬上寫一張紙 然後舉著給你看 證明今天是Live的 這樣 你這樣 這樣 即是 這個顯示了她對 她不單止是對 很多個系統 她對她自己掌控的系統 她本身都不信任 她有很大的不安 很強烈的不安感 對自己的團隊 對自己的其他的 整個系統 整個system 她覺得很多壓力 和很多冷戰 在這個環境下 她唯有自己能夠做到些什麼 牢牢地掌控著 手上還能夠絕對把握的事情 起碼 就是霸佔了訊息發佈系統 起碼 就是一定要每天都掌控著話語權 到底現在這場仗 這個戰役 這個戰役最新的戰況 是應該怎樣去把握 起碼 那個一錘定音 公佈的話語權 她一定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上 所以呢 其實現在是一個很動盪的一個環境 很動盪的一個時刻 所以呢 大家也要謹慎一點 小心一點 因為現在在這個權力系統 我會用波動這個字眼 整個權力的架構 處於一個波動的狀況 是很容易會有變化狀況 而大家記得 大家記得 原本正正常常 這個時候 是進入了特首選舉的時間 理論上 這個是特首 準備去做權力交接換屆的時候 正正在這個時候 權力 沒有一個系 沒有一個程序 去交接它 那麼 你 那個不安 是禮貌在整個政府的 那不只是林鄭自己不安 而是整個政府 整個權力系統 喂 接下來誰做才行 接下來整個班子是怎樣做才行 喂 那個洗牌是怎樣洗 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嘛 那麼 於是大家都很不安 於是大家都很躁動 很敏感 所有的反應都會變得很尖銳 那麼 這個呢 也是一個很危險的時刻來的 那麼 所以大家就 雖然 不關我們事 我們也不會involve到 但是 怪獸打架的時候 大家就 找位置站 大家小心一點 OK 好 那我們這一節就到這裡 我們休息一休息 稍後回來繼續